The Earth Asked 地球的問題 它是很困難的 就像我們現在感覺冬天就越來越短 夏天越來越熱 很多的北極熊 它必须要跑到城市里面去密室 因为它的生存的环境 冰原已经不见了 这是对动物 它们已经有影响 那对于人类来讲 我想海平面的上升 那就会造成很多土地的淹没 这些东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当一些国际的领袖 在讨论到地球暖化 即使是希望能够将温度降低半度 都会有非常大的争议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到的还是眼前的利益 也许后代的子孙 它会受到影响 但是它不愿意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 虽然它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议题 但是却没有看到真正的解决的方式 或者大家真的同心协力地 想要把这个问题改变 我先讲近的 就是台北荣总为什么会 就是104年的营收就增加了10亿 第一个就是开源 第二个就是节流 节流要管什么东西呢 我那时候管的是水电 还有纸张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医院里面可以感觉到 大家会说好冷好冷 所以到底多少的温度是让大家觉得舒适 而不要过度的冷 礼拜六礼拜天 是不是还是要有人去做调整 电稍微做管制 电费会下降 另外一个是纸张 我曾经知道我们在一个月用的纸张 在台北荣总是101大楼的高度 就是非常高的纸张的消耗 所以很多的公文 我们可以用电子的公文 纸张的下降 就是树木砍伐的下降 水也是一样 水的资源 电的资源 其实就是人类的资源 所以不要小看 我并不是说专门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费用 而是在每一个人 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就会减少这个地球上资源的浪费 很重要 我刚刚那个动作是不错的 这完全粉丝